可是你这边大概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会从1开始变2 3 4 如果有名称相同 如果有名称相同 例如说刚刚这边是空白 空白 接下来 等一下我是想要请你知道一下 这两个是不是跟这边是不是重复 所以他这边就会变成 这样听得懂吗 我只是想让你更加的了解他的自动编号 好了 那接下来这不是我的标题列 所以我是要用第一列的记录 当做是我的标题 所以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这个还不是我的标题 所以我要再取一列 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男 男 女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说他从1开始变 对不对 1 2 所以这就变成3了 这样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 那你会说男跟女是不一样的 可是他不是跟后面男跟女是一样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边我这边是要刻意留下来的 因为这是几岁 零岁 这是以人口学来去说的话 新生儿就是未满一岁之前 这是他定义的零岁 您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刚刚连续做了三次 就是以第一列 记录当做标题 所以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 我把它重新命名 这个名称重新命名 然后输入这个我取名叫做党名好不好 党名 那相对的这个重新命名 我就要取名叫做民国年 可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86很神奇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大家做资料库的时候 一堆空白塞在那边 这里面是空白86 看得懂吗 空白86 问题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谁会知道那个空白 真的 那个空白真的要把它给取代值 把它给拿掉 取代值 然后一个空白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然后确定 你看这边 他是不是就多做了一个步骤 好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 这里面的 例如说空白 各位可以了解吗 空白可以删掉 年也可以拿掉 对吧 所以请把这个民国年里面 空白拿掉 还有年拿掉 那些才是我要的 还有这里面 这个叫做什么 行政区 所以重新命名 最好是把那个这些的栏位名称都要确定 你们记得住这些动作吗 还有我现在要做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合计拿掉 合计是多多余的 所以请筛选 把空白拿掉 空白一定要拿掉 就是我只要留12个行政区 区别只要留12个行政区 民国年只要留什么86878889这些数字 好 然后这个合计要拿掉 数一下是不是12的12345678911首